市长带领众人手拿斧头 站出楼梯间的杂物恢复畅通 全是台中就要彻底清查危险建筑物的决心 民众假日常去百货卖场或是电影院消费 但这些地方真的安全吗 除了楼梯间对放杂物以外 逃生门无故上锁 以及看板封闭窗户等 都是常见的违规事项 申报之后我们会在各类别抽20%再去复检 主要的目的都是要加强公共安全的维护 因为公共安全如果稍有不慎 都会酿成大灾难 所以我们希望业者建筑物所有权人或使用人 都要特别注意这种建筑物的公共安全 今天杜发局所推动的 就是一个对大家所关心的建筑物 也要有健康检查 发现到不好不通不安全的地方 都要赶快解决 强调建筑物也要定期健康检查 目前台中市依照不同建物种类 每一到四年就必须申报检查一次 而为了让民众能够辨别安全环境 都发局对外举办设计比赛 要征求具有代表性的安全建筑物标章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设计了两个活动 一个就是建筑物公共安全的标志 还有一个就是建筑物公共安全的摄影 我们希望透过这两个比赛 来加强民众对建筑物公共安全的认知 跟将来大家共同来维护 都发局表示 这次的争选活动将持续到10月25号 第一名将可以获得2万块的奖金 同时所设计的作品 也会粘贴在合格建筑物的显眼处 方便民众辨别安全环境 记者洪嘉宏腾出车了